齿螺输送泵拆装演示视频 使用工具 8号扳手 10号扳手 内六角扳手一套 用10号扳手和5号内六角扳手 协同将这4个螺栓 松开 将电机与齿螺泵通过连周器这里断开 用8号内六方 将这4个螺栓 拆下 将齿螺泵 从这保温泵板处 断开 拆下螺栓后 将齿螺泵 放在无尘布上 无尘布是为了保护 齿螺泵密封面 拆下廉周器套 用3号内六角扳手 将廉周器顶丝 松掉 拆下廉周器 拆下廉周器 用8号扳手 松掉 压盖 螺栓 卸掉周器 卸掉周器 周器尖销 拆掉压盖 用4号内六角扳手 拆掉甜料箱 4个螺栓 拆掉 拆掉甜料箱 拆掉甜料箱 用5号内六角扳手 拆除泵体 6个固定扳手 6个固定螺栓 螺栓拆除完毕后 将泵体平放 拆除完毕后 泵体平放后 然后用双手轻轻将泵板拉开 操作过程中注意 不要划伤泵板密封面 和齿额密封面 齿额泵拆开后 主要分三片泵板 主动轴 主动轴齿轮 从动轴 从动轴齿轮 将主动轴齿轮 从主动轴上 卸掉 中间有个固定键 把键卸掉 齿轮泵拆卸已完毕 所有零件 展示 下面演示 齿轮泵的组装 组装 车泵板 按侧面边码方向 摆整齐 先装 从动轴 组装 主动轴齿轮 将泵枪按编码方向 将泵上盖按编码方向 组装 将六支泵体螺栓 装入 装入 将六支泵体螺栓 装入 将填料箱 将填料箱 装入 上紧螺栓 连对角线方向 上紧螺栓 将填料压盖 装入 装泵轴键 安装 安装连轴器 上紧连轴器顶丝 用八号扳手 调整压盖 我母的松紧度 以保证 齿轮泵的 主动轴 用手能盘动 齿轮泵组装 视频 以完成 这是齿轮泵 安装视频 将齿轮泵 与保温泵板连接 主动轴方向 与电机轴方向 在一条纸线上 对角线上紧螺栓 装上连轴器外套 将电机与连轴器连接 电机与齿轴泵之间 要有一定间隙 上紧四枚螺栓时 一定要注意 电机轴与齿轴泵轴的同心度 让这个齿轴泵套 能自由活动 并用手盘动 也能自由活动 在各个角度都能自由活动 安装完成后 一定要确保连轴器套 有一定的间隙 盘动齿轴泵 它这个连轴器套 都能活动 这样就安装完毕